从浇水到施肥一步一个坑,谁信谁吃亏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珊珊养花,我是珊珊 这几年在和大家分享养花经验的过程中呢 我也是在不停的去学习,去实践 甚至大家也知道,为了验证网上假的草莓树啊,西瓜树啥的 我也是真的会去买来,种出来之后呢 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 但是说实话啊,我个人的经验终究是有限的 我说一种可能过几天又出来四五种 那今天呢,现在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常见的养花客人妙招的这么几大类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规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一种是浇水妙招,这个很常见,但是绝对坑人最多 最常见的就是直接告诉你们几天浇一次水 这种不分情况按时间来算的浇水方式绝对是不对的 另外还有说直接把这个花呢,浸在装满水的花托里面 这样能够长时间不浇水的 这个和直接把花放在水里泡着没啥区别了呀 肯定是不行的 那正确的浇水呢,是根据这个花卉的习性 还有花土的疏松情况来具体的分析 至于花托里边加水,那是要流出花盆底部透气孔的位置来的 因为加水不是为了浇水,而是为了保湿 第二种自制肥料妙招 这个最常见的呢,就是香蕉肥,桃米水肥这两种 我之前发过几次教程,播放量都还是挺高的 但是这里边呢,大家要注意其他的很多地方 比如说发酵肥料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弃 不然就会有炸瓶的危险 另外呢,是一定要保重这个肥料彻底腐熟之后 才能够稀释使用 另外还有许多的人直接叫大家往这个花盆里面打生鸡蛋呀 割酱油,倒白酒,挤牙膏等等一些奇葩操作 这些千万别信,没有一定点用 唯一的作用就是吸你的眼球,拽你的流量 然后自己卖花费 第三种是各种妙招之黄印 最常见的就是铁钉,小苏打,白醋 这三兄弟真的是不知道呼喊了多少养花人了 像什么铁钉,砖绿,富贵竹 小苏打,喷叶子,防虫治病,精神好 白醋焦绿罗,叶子有铝,有光泽 咱不知道是谁编出来这些顺口溜哈 但是这些真的只是为了赚你们的点赞而已 铁钉的铁锈元素呢,植物是吸收不了的 小苏打就是碱 白醋倒是能够改善花土的酸碱 但必须是不含盐的白醋 稀释之后才可以使用的 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花真的黄印了 没有统一的办法,必须得对症治疗 我以前出过专门治这个黄印的视频 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翻看一下 最后问一下大家 以上说的这些坑,您采过几个